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 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欢迎收看今天的恩典真理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讨论新约的属灵征战的问题 因为你知道在各的不同的教会 他们有一些教导 我甚至听过有一个姐妹她跟我说 弟兄不要吵我 我现在很忙 我现在我的灵非要天上去跟龙征战 所以你现在不要打扰我 那我说 好 OK 祝福你 我们无论如何就要祝福弟兄姐妹 OK 可是你知道吗 真正的属灵征战在新约里面 你知道耶稣在实际战上已经掳掠了仇敌 耶稣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 撒旦已经完全输了 我现在要告诉你什么叫新约属灵征战 好 我们看下一页 其实新约属灵征战最核心一件事 就是这个经文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希伯来书十章十到十一节 因为那进入安息了乃是歇了自己的功 所以如上帝歇了他的功 所以我们务必节力进入那安息 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这样子跌倒了 你知道新约圣经里面 在新约成立之后 几个节力 有节力保守圣灵所赐何而为一的心 还有几个节力 这个节力很重要 只有几个地方是谁要你尽力节力 就是节力进入那安息 求敌就是要告下你说 哦 现在什么有鬼啊 有什么什么什么灵啊 然后在影响你啊 你身上你身上有什么淫乱的灵 你身上有贪婪的灵有什么 然后每天那边下的钥匙 你怎么进入安息 我告诉你 根本很多都是受敌的轨迹 我们用一个历史事件来告诉你这一切 请看下一页 好 这叫后幕叛乱事件 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然后呢在日本后幕机场的航空大佐 航空上校小元安明先生 他就带头抗命 而且他们还开着飞机向各处撒下日本尚未投降的谎言的船单 之后被捆绑移送精神病院 然后呢到十月的时候这个小元就研判无奇徒刑 我们看下一页 这就是小元安明大佐 你看哦 这是后幕小元航空队 好 这就是这位有趣的人 他后来被捆绑关到精神病院 你看下一页 我们在重新看一次你看哦 仇敌其实已经无条件投降 耶稣已经在实际上完全打败他了 可是撒旦不承认 他要骗你 记得他是说谎者之父 所以他怎样 他到处去发谎言的传单 到处跟全世界的人说 他还没输 他还有权柄 他还能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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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会被怎么样呢 耶稣教导我们要怎么样 要捆绑 你看完全一样捆绑 耶稣说要捆绑 我们就捆绑他 我们把他判到 送到精神病院跟撒旦说 你少骗了 你少骗了 我们根本没 你早就已经输了 然后呢之后最后你看 这个人就被判无奇徒刑 撒旦有一天也会被 他已经被判无奇徒刑 可是还没执行 你知道这个人十月被判无奇徒刑 他也还要再过一阵子才会关进去 我们台湾现在也是这样 一个人被判罪 到他要关进去 中间还有一段时间啊 对不对 撒旦已经被宣判无奇徒刑了 他还没被关进去 所以他到处在那边说谎 说他还没输 他还没输 还有什么灵可以影响你 什么灵可以影响你 当然我的前提是 如果你故意去招惹那些邪灵 你故意去做一些事情 让那些东西影响你 那当然另当别的 可是如果你是一个在神面前 你不是完全 完全OK 完全善良 你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缺口 可是你知道神恩典是会互避那一切的 你只要不是故意去犯一堆那种罪 然后让那些东西进来 他根本不能罚你怎样 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 你知道吗 好我们看下一页 请你知道 一样1945年8月15号 日本天皇宣布一条件投降之后 他马上发布一个东西 一般命令第一号 什么叫一般命令第一号 命令全球所有日军解除武装 向同盟国各地代表投降 你知道什么意思 耶稣基督掳掠了仇敌 身上的高天掳掠了仇敌 仇敌早就被抢光了 你知道吗 就很像是他说那个壮士 壮士已经被捆绑了 我们进去掳掠了他的家 最后是你去看受难记的电影 耶稣在十字架上 耶稣复活 就撒但在地狱 因为他一切都 他一切他骗来头 又被拿走了 OK 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那个新约就是这个一般命令第一号 而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就是同盟国各地代表 请问一下那个代表新闻 他后面有一百万军队吗 那个代表新闻战争英雄吗 那个代表新闻他有五台坦克车 两百台飞机吗 没有 他就只是个代表而已 我们就是同盟国各地的代表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接受撒但解除武装 我们去宣告耶稣已经得胜 你们已经无条件失败 你们已经没有力了 所以奉耶稣的名 我捆绑你这个撒但 我捆绑你 我抵挡你 我奉耶稣的名 我耶稣基督已经死 我已经复活 所以你没有权柄 所以他就要跟我们投降 不是代表好 是因为耶稣这个最高统帅 他完全成就 这就是新约的属灵真正 我们看下一页 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 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并见着我们在各处显阳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你会发现 我们的主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夸胜夸胜 他已经赢了 我们要夸他胜 并且在各处显阳 就很像在各处 接受他投降一样 在各处选扬 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 弟兄姐妹 新约属灵真正就是 到处去宣告 耶稣的得胜 而仇敌来的时候 你捆绑他 他没有权柄 他对你没有权柄 因为你是神家里的人了 让我为你祷告 亲爱的八天父 祝福每个弟兄姐妹 清清楚知道 在新约里面 仇敌已经没有办法 那样子遂其所愿 因为耶稣末后的亚当 拿回了那一切的权柄 而他把这一切的权柄 又开始让我们分享 开始让我们与他同工 彰显圣灵的大能 我们可以捆绑二者 我们可以宣告 耶稣得胜 而撒旦已经被判 无期徒刑 有一定我们要看见 连死都被败坏 弟兄姐妹 你里面大有权柄 你不用再靠你 争战得胜 耶稣已经得胜 而你却宣告 耶稣已经得胜 宣告耶稣的名 用耶稣的权柄 捆绑二者三安的势力 来让很多人得释放 奉耶稣祢祷告 阿们